我就不想再看第三场了 我只想看两场结束 我们先赢后输的历史太多了 这一路走来我们天天在先赢后输 对 之前赢的就都是咱们先输后赢 对 所以这次一定要稳住 我们拿下第一场以后 我跟郭艾伦心里想的 和说的最多的就是不要犯错 心态和各个方面一定要稳住 把这一场当作第一场一样大 去拿下来 这世界很酷